乔乔失而复得 但此时的江小鱼和赵佐佐 早已有了各自的生活 赵佐佐佐从未放弃寻找乔乔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警察的帮助下 赵佐佐佐成功找到了乔乔 得知消息的江小鱼也赶了过来 但因为乔乔从小不在父母身边 因此对赵佐佐和江小鱼的时候 乔乔感到十分的陌生 赵佐佐佐看到自己的孩子不认识自己 一把抱住 乔乔崩溃地哭了起来 江小鱼也抱头痛哭 乔乔被赵佐佐的举动吓哭了 在赵佐佐的安慰下 乔乔停止了哭声 赵佐佐佐和江小鱼商量 自己先将乔乔带回家 但江小鱼却不同意 原来在当年乔乔失踪后 赵佐佐佐就和江小鱼离了婚 苏婉晴在得知江小鱼离婚后 更是主动追求江小鱼 在苏婉晴的帮助下 江小鱼事业有成 最终俩人结婚了 赵佐佐佐在成都和威尔滕 客户开了一家工作室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逐渐升温 如今江小鱼和赵佐佐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赵佐佐也不想和江小鱼再有任何关系 但江小鱼始终都是乔乔的爸爸 巡回儿子的江小鱼也想陪伴乔乔 却遭到了赵佐佐佐的拒绝 无奈之下江小鱼只好同意 赵佐佐佐将乔乔带回了家 赵木看见乔乔已喜极而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赵佐佐却发现乔乔经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也不主动与人交流很少开口说话 赵佐佐立马向乔乔带到医院检查 却被医生告知乔乔患有严重的注意症 赵佐佐佐瞬间崩溃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